全國青年杯季花蓮太平洋射箭錦標賽 賽成功計16天 從3月1號到現在已經進行了第4天 而羽政長蔡秋龍也都非常關心賽事 以及這場比賽 能夠有效帶動玉里鎮的觀光發展 為地方產業挹注經濟效益 全國青年杯季花蓮太平洋射箭錦標賽 總共有16天 從4月1號到現在已經進行第4天了 玉里鎮長蔡秋龍也都非常關心賽事 以及這場賽事能有效帶動玉里鎮的觀光發展 為地方產業挹注經濟效益 今年錦標賽已經邁入第6屆了 總共有269對參賽 對職員加選手總共有1500人參與 下個月花蓮縣即將舉辦全中運 相信今天開始的為期半個月的時間 這個比賽對大家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旅程 也希望大家有好的成績 來到我們玉里參加這個比賽 目前秋龍之道的這個場地 是我們射箭 全國性來講是數一數二的一個場地 標準的場地 希望你們在這個場地有好的表現 蔡秋龍感謝花蓮縣政府以及體育會 對於各項賽事的用心跟協助 不僅讓賽事規模一年比一年盛大 更提供選手良好的比賽環境 並表示工作未來也會持續 跟相關單位互助合作 共同努力一同來提升玉里鎮的運動發展 跟氛圍 記者高雄雙玉里鎮採訪報導 們的 polity 和法鼓進在運動發展 跟番高雄路電影